由台东生活美学馆举办的后山文学新人奖 今年有三位新秀得主 其中就读东华大学华文系的张欣雅 她是一名热爱文学的自闭症患者 从高中开始创作投稿 这次与她擅长的奇幻小说创作获奖肯定 她也希望可以借此鼓励文学爱好者勇于创作 创作不是任务大的事情 至少有其他人是一起在写的 坐在台前 侃侃而谈创作时的心境 就读于东华大学华文系三年纪的张欣雅 是今年后山文学新人奖得主之一 不同于其他创作者 她既年轻 创作风格又是台湾相对少数的奇幻文学 在这同时她还是一名自闭症患者 而书写创作就是她的解忧妙方 不开心的是你可以写一篇小说 写个散文或写个诗出来 如果你还是不开心你可以写个诗篇 真的可以慢慢抒发掉的 所以你不要抒发我的心情啊 张欣雅自幼接触奇幻文学后就深深着迷 自高中时期开始创作投稿 获奖作品《石柔梦》的谣唱 融合了原住民传说 地方历史及社会议题 也包含了张欣雅自己的生活写照 透过小说内容 一字一字记录下来 少女她从原本的家乡 其实也是我的家乡音歌 然后再来到了花莲 然后到了花莲之后发现 花莲的非常多 有很多神话很多民间传说很多妖怪 然后一个在这里冒险而且成长的故事吧 张欣雅将文学及神话巧妙柔和 转化成迷人又独特的台湾奇幻故事 获得厚商文学年度信任奖肯定 她表示创作的门槛其实不高 希望借有自身经验 鼓励爱好文学者勇于创作 记者三家会台东市报道